也可能是朋友 也可能是职场上的所有关系 以后所要交往给人家的第一个印象 自我介绍做得好 后面的路会走得更好 我们的人性关系会更好 对我们事业或者是人生的道路 都是有很大的帮助 那我们现在开始来自我介绍 做自我介绍这个课程 有哪位同学想要先上来的 是一个爱笑爱阅读也喜欢分享的人 然后因为大家看我们就是在心理下 就是笑点非常低 然后我想我是一个比较容易紧张的人 所以说我工作的是在新竹园区 所以说我就是有时候上台 需要做一些工作上的汇报 就常常容易紧张 可是我嘴巴都是心里面知道要讲一些什么 当要讲的时候就常常会紧张 然后有一天就是去上网去Google 就说那怎么样克服紧张 其实我现在在讲话 我是心跳脚抖 所以说呢就是我想要克服这个 所以我就无意中是一个缘分 我就看到后乡老师的开课的这个这个简报 然后我就自己就已经落了后乡老师 然后我现在是高三要生大一的学生 那我会想来参加口才训练 是因为在大学可能会有很多分组报告 即个人的报告 那我在讲话上有一些小小的问题啦 只是一直赶不过来 那我妈妈也一直跟我讲这个状况 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去找一些口才课程 我去找很多 后来再找到后乡老师的课程比较难 其实口才对我来说是我未来我工作上我需要的 因为我说话很小声然后我比较胆小 所以我的问题就是我真的是很容易紧张 然后面对大家其实我很害怕 那要做会长就要先把口才练好 那上台一分钟就排下十名工 我们我必须要克服克服我在台上的紧张 我希望我可以克服上台的恐惧 不再逃避 而且报告的时候可以坦坦而谈 跟大家说出我真正的想法 上台的机会 我的上台机会很多 但是我真的没办法掉 一上去 脑筋一片空吧